猎豹的时速可达110公里,科学家测试了367只猎豹,才发现,是人高估了,作为奔跑速度最快的猫科动物。 猎豹的速度总是被人惊惊了到,数十年来,各种资料上都记载猎豹的最高时速,可达110公里。 那么,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数据,是谁测算出来的? 这个数据可靠吗?时间要回复到1957年,被为速度之王的猎豹,早已因速度小于世界,但是一直没有人测过猎豹奔跑速度的具体数据。 直到1957年,一位名叫库尔特·塞维林的摄影师设计,唯一想测试猎豹速度的试验。 他把一辆改装的自行车倒置在地上,自行车的轮子上连接着一段很结实很长的鱼线。 鱼线的末端紧紧的细伤了一袋肉,人转动车轮,车轮带动肉带运动,猎豹就会跟着肉带往前冲。 试验开始了,发令枪一响,研究开始全力转动车轮,转动车轮的速度几乎达到了极限,然后猎豹对肉带展开追逐,同时秒表开始进食。 紧张的试验结束后,人们算出来猎豹的平均尺速达到了71英里每小时,大约相当于110公里每小时。 这个试验结果被发表在了报纸上,于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猎豹的时速达到了110公里了。 在传播的过程中,有的人还把猎豹的最高时速说成120公里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极对猎豹研究的深入,一些科学家开始怀疑猎豹的时速到底有没有传说的多么高? 再加上1957年的试验工具比较简单车轮,秒表,法令枪等,误差可能会较大,于是科学家打算采用更科学,更精确的方式来测量猎豹的速度。 进入21世纪后,来自英国的研究人员,给367只,在猎豹装上了最先进的GPS定位系统。 经过数百次对猎豹捕猎行动的测试,人们发现猎豹的最高时速只有93公里,这远远低于原来人们所说,的110公里或120公里。 不过,尽管如此,猎豹仍然是跑得最快的猫科动物,也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,猎豹之所以能奔跑这么快,与它流线型的身体,长长的尾巴,强大的心脏合肺,轻盈的骨骼等因素有关。 关于猎豹的速度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留言讨论,大猫来了,每天为你分享有趣的猫科动物故事,作品,抄袭比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